說回來我的哭咒 OK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我們要繼續在實況我們的工業書鍋 沒有錯我們今天呢 就來來來來來來你來 那個人都來 我今天其實 其實想要那個 呃想要鑽 呃 想要鑽一條地底的道路齁 來到我們的就是那個 這裡這裡這裡 這裡不好跟大家講話 這裡不好跟大家講話 我想要鑽一條地底的隧道 然後鑽到我們的那個就是礦區 你們記得我們的礦區是在那裡 有沒有這個370公尺這個地方 然後因為呃一個礦區 我覺得挖的那個速度 太慢了啦 所以我覺得 要不要我們就從我們家呢 然後再挖一條地底隧道 然後通到我們的礦物 就是挖礦的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呢就是可以讓他 呃在這個就是那條礦道 礦道的附近一定就會有那個 有機會有一些高能量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會在那邊 部署更多的那個挖礦的機器 這樣的話會不會增加一點挖礦的效率呢 我是這麼想的 所以呢我就打算做做看 往這個地方開一條路 然後往下鑽 喔我的鑽稿真的是舒服 可是應該會挖到蠻多 蠻多石頭的 我們現在再多少啊 等一下喔 六五 OK好那繼續 先挖一個簡單的隧道 然後再之後再過個幾百年再來修飾就好了 嗯絕對不是我偷啦 我只是想說這樣比較有效率 你們懂嗎 喔 用絲綢的好處就是 喔 你們也是挖錯啊還是幹嘛的 都直接用這個 原本的石頭來去填補 嘖 方便 Easy 不用燒 不用浪費你的煤炭 為什麼我覺得 我要跳了十分鐘才跳到這裡來 奇怪我們家有那麼高嗎 我們家到底在多少 一百多 六十七 還好啊 是 我太沒耐心嗎 我好像有聽到 一咪咪 岩漿的聲音喔 是 不對不對好像不是一咪咪 好像是一大片 可是我這邊地圖顯示 還沒啊 我看一下 欸 計量表 下降欸 看著這邊應該附近沒什麼好貨 OK 插個貨吧 我再仔細聽那個聲音 我絕對越來越大聲了 有了有了 應該不會 掉下去吧 唉唷唉唷唉唷 OK 到了到了到了 到雞眼到雞眼到雞眼 就就到這裡就好 就到這裡就好 OKOK 不要太 欸 好像太深了 太深了太深了 我們回來一點 拜託啦 距離那個地方還有347公尺 應該可以吧 我原品應該沒那麼差吧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應該是可以啦 我們順便偵測一下 OK 好有個地 算了 繼續走 好長喔 我這邊以後想要改造成那種 小小的那個 類似地鐵 對 我們會改造成小地鐵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裡面 坐車 然後到每一站去收集我們的 那個叫什麼 能量 對 這樣會比較方便一些 呃 而且還是 其實 欸 其實我們做這個管道也是不錯欸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我也不知道 好啦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呵呵 就是我們可以利用老鼠 然後在這個地底下 他們不是最厲害的就是在挖 就是在走那個下水道嗎 你就讓他們 就是直接在那個地底下啊 然後呢 你就是可以 用一些管道或者是 呃 類似交通工具 他們就會幫你收集材料 不對 是不是 這樣蠻方便的啊 收集材料 然後就可以在這個地底下這樣子 四處的遊蕩 四處的移動 還不錯欸 我覺得 應該 蓋起來 對對對 我覺得可以蓋起來 OK 也可以增加我們的產量啊 對不對 喔 可能要開了喔 可能要開了喔 我有預感 開了 欸 喔 我只想過去 想一下喔 這邊堵掉 喔唷 再往前 沒有地方可以疊欸 不知道距離我們的戰神還要多久 嗯 複製鑽石 我想一下 兩倍 然後 對耶 我現在突然仔細想來講 真的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再讓 礦物再翻倍欸 喔喔喔 又來了 嘿嘿嘿嘿 我已經練出了一般的手術了 哈 OK 等它流完 來喔 流完 烫到一點點 沒事沒事 嗯 快消失 這個岩漿真的是 很慢 哈囉 喔 到了 到了 就是這裡 OKOKOK 喔有有有有有 先把 一些礦物挖下來 喔 就是這裡就是這裡就是這裡 喔 好 剛剛好 挖到這邊 然後我們來把那個 我們的 欸 大氣計量表 大氣 我的大氣計量表 結果這一趟也是挖的 跟外面挖礦的感覺差不多 你們看 也是這樣 然後我們回去給那個老鼠繼續 幫我們吃 幫我們燒 然後兩倍吧 好遠喔 我現在發現 有沒有 欸 喔好 這是涅礦石 有人跟我說老小白這個叫 這個念涅 呃 我 當然 知道啊 我看起來像 不知道 知道嗎 嗯 太小看我了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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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走完這一趟 我直接 一個昏 昏迷 我拿到了我的大氣計量表 然後剩下的礦石 就麻煩你了 繼續啊 加油 拜拜 OK我這邊另外準備了三台 應該夠我們用 再來我們就是我們去 就是就是去那條神秘的秘密通道 好 欸 喔我覺得這個地段可以 這個地段可以 等一下回去一點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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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這裡就這裡好 然後挖開 一樣挖一間空間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上去 然後開始讓它生產 不錯不錯不錯 唉唷 Lag了一下 為什麼 人生 斷線 這裡我看地圖上是沒有岩漿啦 所以應該不會 有岩漿流出來 所以它其實不是看岩漿的數量來決定它會不會那個 能量會不會高漲 會就是 它就是完全是看那個 地段了 然後會隨著時間 上上下下漂浮這樣子 不不不不定 對它就是上下漂浮不定 好我來把這裡安裝 我有帶箱子嗎 可惡沒有 我忘記帶箱子 放太多 等一下等一下 OK來回來 這樣子 然後放上我們的核心 OK好我去拿一下那個煤炭 在這邊 OKOK來來來來 嗯嗯嗯嗯嗯嗯 我覺得是怎麼放這樣子 然後這樣 喔不對不對放歪了 太興奮 興奮到模糊的畫面 使我不禁得點錯了以後 簡單 這樣子 然後 我們我現在有帶一組啦 應該是夠用啦 然後物品提取 然後 抽出 然後傳進去 然後你傳出來 然後 常常去啟動 常常去啟動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煤炭分一半給它 好 好像太多了 不然再一半 好就這樣 剩下的我要自己分 OK 讓它開始運作了 那我們就繼續到下一間去 好 繼續看一下我們的能量高漲 區域是哪邊 其實這一段滿長的 所以它能量高漲 其實應該是可以放兩台以上 我是這樣想 要不然的話我們其實走到底 能量其實就已經開始在 有沒有 有沒有它已經在降低了 尤其是這一塊 這一塊能量其實已經到一半以下了 對啊 對啊 那我們回去 我們回去 找那個能量比較高的地方 其實這邊也可以再放一個啦 再高一點 這邊 嗯 好 這邊 等一下等一下 再過去一點點 這裡好 這裡好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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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一間 OK 放三間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有三倍 這樣的話總共是四個啦 所以應該是 還不錯還不錯還不錯 好 就放四個 你都門都給我過來 OK 欸還有一個 哈囉 我的天啊 我突然變成一種 怪槍怪掉的人 但是 還可以 欸還不錯欸 我們這樣子出來挖這些 然後 挖了 這樣子幾顆啊 六顆 欸全部六顆嗎 欸不對原本好像還有 原本好像四顆 算了 反正 挖了也是兩倍 歪挖 兩倍爽 然後回去座椅到底有多美的 舒服 爽 系列 舒服 爽 1234567 往前走個幾步 你會看看你的夢想喔 這樣子應該夠了啦 放這裡 OK 然後機器核心核心核心 放上面 然後箱子 一個在這兒 一個在這兒 雖然有點歪啦 但我覺得還行啦 提取 提取 插入 插入 啟動 啟動 跟著小白 一起運動 OK 交給你啦 這間一樣 這是第二間嘛 再來我們再找一間 能量比較強的 欸等一下 計量表 啟動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們家其實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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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等一下 超過了 其實這邊 這邊也可以再放一台 這裡 因為這間能量也算偏高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應該 這樣子 欸這樣三倍嗎 我們看一下如果說 三倍之後 我們的 我們的煤炭應該會噴很快 喔對耶 我們的煤炭消耗率也是蠻高的耶 完了我 無限煤炭哪種東西 我想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無限煤炭 可是 就覺得 恩 好吧算了 算了 OK 欸等一下 這邊還有 這邊還有牽 好然後把這個放下去吧 噔噔 然後再 呃 噔噔噔噔噔 然後再 欸 OK 恩 OK好 我沒有放錯 兩邊 然後插上我們的火把 鐵犬 鐵犬 插入 插入 連接 我是多放一個啊 對耶 這什麼東西 鬼化符 OK 這樣子 就完成了 丟進去剩下的煤炭 完成 我們的三個地底礦坑機 欸好快喔 馬上就踩到一個了 應該是還不賴啦 OK 趁這個這這這這長條這樣過去嘛 這樣的話我們總共有四台開採機 那四台開採機應該可以大幅增加我們晶體的開採速度 我們就會有能量 然後有能量呢 我們就可以拿來做更多的道具啦 不錯 今天真的是一整集再來跟大家介紹什麼叫做 原始人的生活 真的覺得 還不錯 還不賴 對 一整集都要地底下挖這個 哇 我的天啊 那麼就這樣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 我的臉上有個差欸